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看古时发达的江西 为何到了现代却被周围的六个省份都超越了 其实江西省的地理位置的确特别的好 它东陵浙江省、福建省、南街广东省、西靠湖南省、北皮湖北省、安徽省 但是江西的地理位置好并不等于发展就好 那么以2019年统计的GDP数据来看 广西省是10.76万亿元 浙江省是6.23万亿元 湖北省是4.58万亿 福建省是4.24万亿 湖南省则是3.97万亿 安徽省是3.71万亿 而江西省只有2.47万亿 为什么江西省经济发展不如周边的其他省份呢 江西省作为夹在较发达省份中间 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尴尬的 因为其依靠传统的产业注定发展缓慢 而且江西不沿边又不沿海 交通条件本身就比较差 产品外贸运输成本又高 因此外商不愿意来江西投资设厂 而至今江西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发展境界 并且近几年全国旅游业竞争又非常大 江西省旅游业优势呢也不是很明显 那么旅游业呢还是主要以红色旅游为主 其他方面旅游资源啊并不具特色 那么江西代业青年呢也只能外出入宫 给其他省份创造GDP了 而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这三个省份啊 都是沿海省份工业发达 他们的出口贸易呢是江西省无法比拟的 但实际上这三个省份靠江西的地区啊 同样是贫穷落后的 那么其发达的主要是靠沿海的地级市 而湖北安徽呢则是地处长江经济带上 虽然江西北部啊有一小部分也属于长江经济带 但是远不如安徽省和湖北省那样 长江呢从辖进中部穿过那样便利 那么有长江这个黄金水道的水运交通便捷条件啊 工业产品运输成本就要低很多了 那也就吸引了投资办厂的外商就很多 而湖南省呢表面上看上去并不具备什么优势 但其实湖南呢是伟人的故乡市民度高 那么优惠政策啊相对江西的倾斜度就要多一些 而且呢湖南长沙啊是娱乐之都 娱乐业收入高 湖南旅游资源也是十分丰富的 但实际上呢江西省经济发展是比较均衡的 和浙江福建相比呢经济差距很大是事实 但是就算是第一经济大省的广东省啊 也有一半城市还不如江西的 不过说实话GDP和老百姓关系其实也并不是太大 那坐上高铁或者开车啊在江西的高速上 看看江西的农村遍地都是别墅 那每个自然村呢都是通了水泥路的 农村的房子啊在浙江福建江西啊 乃至全国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你还要哪些要补充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到评论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